接着要讲的就是2017年旅游业的表现状况 先看回与旅游业相关的总消费 由2011年的2530亿港元 就增加到2017年的2967亿港元 已经接近3000亿了 也就是说旅游业带来香港有很大的收入 另外讲回全年访港的旅游人数 在这几年不断地增加的 去到2017年来讲是有5847万人次的 另外过夜旅客即是会住一晚的旅客 它的平均每人每晚的消费就是6400多元 亦比以前的5000多元 接着讲入境旅游的人数方面 现在中国内地仍然是占我们最大的市场 由以前的6成7增加到现在是去到76%,100个旅客里面有76个是来自大陆的人 第二名的旅客就是台湾 近一点是不是 第三个来自亚洲国家是韩国 韩流啊 大家喜欢看港产片是不是 第四个是日本 都是属于亚洲国家 因为比较近的嘛 所以来香港呢 那个次数会较多 唯独C 第五名的记住啦 第五名就是美国 美国来香港来大陆做生意啦 所以 其他人数都是多的 香港和美国的贸易关系都直接连续到啦 所以见到美国唯一一个欧美国家是排到头5名的而已 第六位来香港人数就是澳门 都是近啦是吧 一程一船过来啦 这次港珠和大陆更方便 第七星期是最多的 就是这个菲律宾的帮妹 菲律宾和香港过来打工很多啦 所以往来都很多的 然后新加坡 第八 第九代鼠澳洲 澳洲都是属于澳大利亚洲的亚洲区啦 属于近住亚洲区 所以过来看很多 第十 这个就是泰国的 香港人最喜欢来回泰国 泰国都来到第十名都不错的啦是吧 那现在旅游状况要讲到什么呢 就要讲这个邮轮疏楼 自从这个启德邮轮码头开了之后呢 香港政府就说了 想将这个的香港成为亚洲 邮轮疏楼 在2017年来讲呢 有九十万人次 是来香港邮轮码头的 停泊的邮轮次数呢 是有二百四十五次 另外啦 麦方面 会展的旅游客 麦来讲呢 一七年来讲呢 是一八九十三万人次的 以上的数字呢 就可以用在那个MC上面啦 香港旅游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有利因素 第一件事啦 就是宏观经济 好转 包括了美国啊 欧洲啊 中国大陆啊 经济好自然对旅游的需求呢 就是上升 结果啦 令到啊 香港的旅游业呢 和全球的旅游业来讲呢 都有这个的增长的速度 再加上啊 中国经济 和旅游业都稳定发展了 那么规模也都扩大了 所以见到来香港的大陆旅客呢 也都是持续增加的 总结言就是说啦 香港的全球的宏观环境好转 令到旅游业可以持续增长 甚至是高个世界水平 我说此外啦 原因二啦 此外 在国家政策方面呢 它优化了 香港旅游业的发展环境 令到香港的旅客呢 是有保障的 首先 来到香港的所谓个人游的限额呢 签注范围是大了的 也就是说 更加多不同的 省份的人呢 都可以来香港旅游啦 结果来讲呢 令到客源不断地增加了的 还由国家政策方面 它将延长了个人游的时间呢 此外啊 这个SIPPA呢 这个补充协议又说呢 旅游条款都是啦 它都进一步优化了呢 是发展香港旅游业的那个的基础的 第三段啦 此外啦 现在又中国政府就发行这个 大湾区的发展 再加上呢 港珠澳大桥啦 起好了就来通车啦 那变相呢 就可以加强到 这个的粤港澳合作 拓展到香港的旅游业空间 除了大湾区、港珠澳大桥的发展呢 可以做这个什么啦 开发推荐的这个叫一程多站的旅游 也就是说旅游 可以次过来香港 澳门 珠海 广州 那全部都玩了 那变相香港来讲呢 就令到更加多个旅游到香港 例子方面 港珠澳大桥啊 预计啊 每天可以有 超过一千 一万四千部车呢 是可以经这条大桥的 那每日为香港呢 是带来六点九万 即是六万九千个人次的 也就是说呢 香港旅游 反正潜力很大的 香港政府来讲呢 都突出香港旅游的主题发展呢 譬如它在这个活动方面 标榜香港的国际级旅游城市 例如现在上半的这个香港美酒 街牛年呢 香港哲庆年呢 香港哲庆年呢 另外呢 亦都是加强了这个主题公园的发展 例如呢 扩建这个香港的滴舍乐园呢 扩建这个海洋公园呢 譬如这个梦幻水道呢 而另外呢 政府都增加了这个本地酒店的供应 包括了海洋公园的一个新的呢 曼豪的酒店呢 那就加了很多的酒店用地呢 包括现在最新的的启德发展区呢 那正符合了这个港珠澳大桥 和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大量的旅客 那最后的发展机遇呢 就是来自这个一路一带 那将会带来了大量的商务旅游的旅客 那他们都对这个酒店的 四五星的酒店的需求很大的 那所以香港政府呢 就根据这个需求 那就发展一些的酒店呢 去设计那个 有下的需求发展方面